六姨幼儿园让家长出节目 我去练了一趟春秋大岛 其中还有一个少儿武术的节目表演 节目最后小朋友的教练也练了一段大岛 结果啊 无形中出现了两次练大岛 却也呈现了一番武术传统与现代的同态碰碰 当时密集贿赂 我就网上找了一个 那位教练表演风格接近的一段视频 这是我养业的 练了两个月 为了做这期视频 达出了现场 不得不说 现代的养业风格 才效果确实好 相比之下 我练的观赏性差多了 下面说说区别 首先是到底不同 表演常用的是远刀头 练起来刮烙了引秀 所以现代表演用刀比较轻 一般在三斤左右 传统用刀脚重 我当天拿的是六斤 平时练的是七到八斤 现在跳跃翻腾脚多 传统的跳跃 大家能看出来 我用的是一刀一刀 刀是一刀 都要一刀刀天 就能划过去 刀一猛 这是一大刀的特点 最后要求 就是一刀都一猛 这些鲜人 传统大刀的特点 这次幼儿园活动 呈现了武术第一次 传统与现代 同台为小朋友表演 过后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难得就做了这七四品 从春秋大到 看武术传统与现代的区别 供大家参考